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周下跌总共跌4.41% 如果与今年4月168.4的高位相比 近24个星期已经累跌6.1% 而今年整体楼价升幅已收窄至0.86% 分析指出因为利率高企、观望气氛浓厚令楼价持续下跌 另外就政府有意减纳施永青今天去旗下AM730赞民 相信政府很快就会有行动 对政策进行适时的优化 不会等到预算案才一拼考虑 政府已经错失了最佳切纳的时机 如果再拖切纳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所以应该立即宣布即日就开始实施 也无需拘离于所谓的循序漸进 他认为以现时的市况即使一次过切纳 市场也不会有太强烈的反应 政府没理由要等药效失去时才落药 当然施永青和其他地产商一样都是唯利是图 我在这里帮陈茂波说句公道话 如果要做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永远都没办法满足到他们 因为如果辣椒切了之后 而成效又不章 他们又有其他事要想的了 要求你停建居外减少卖地 其实一手市场是否真的这么差呢 主要是发展商不肯减价 其实政府在2019年底 已经觉得楼市有问题 他们有两个方案可以救市 第一个方案是尽量放宽压力测试 和放宽按揭乘数 让多些人有机会可以入场 另一个方案是放宽辣椒 但他是选择前者 我认为政府选择前者是有政治上的考量 因为他降低了门栏 让香港多些年轻人可以入场 他们的想法是想你帮友子入场 个个都供八九成 供楼都供到死下死下 还哪有空搞政治 这招是行得通 帮楼价托多两年上去 去到2021年才是楼市高峰 扣马力消化了一轮之后 楼市又开始失速 陈茂波又推出了波叔拼出来 而且不断放宽 正是看今年财政司和金融管理局 已经搞了几轮 在这方面 其实政府一直都有做事 那你的地产商和地产代理 夹来怪政府 我觉得是说不通的 如果今次设压设得不好 你说我几人休天都好 我是怕影响银行体系 现在新盘货美出20-30%佣金 不是什么新鲜事 出10%的也不少 特别是现楼货美 有些发展商甚至乎 怕买家没钱给离人 透过地产代理提早出勇 帮他交离人 现在发展商卖一手的情况 只可以说是乱象横生 但政府也无意去监管 政府是否要逼使他们增减楼价 不要花这么多花招 现在搞到买家和地产代理 斗智斗力实际很辛苦 如果看历史 赚得最深而有大卖的盘 譬如将军澳中心 都会站 家亨关 当时卖楼的佣金是1点多 就算去到2018年的新盘 都是大概去到2.5-3左右 不会去到现在这么夸张 为什么他们宁愿出这么高涌 而不直接减楼价 相信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怕之前的买家 还没成交 如果你突然减价 他就会撤订 而现楼货美的通常都上了会 那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呢 就是夹手夹脚做银行世界 你没有手期不要紧 只要你的份入息够供楼 签个名 你就有奖兼有赏 如果香港居民 每一层楼有什么闪失 银行是可以告到他破产 现在最多人提议就是 那些专财印花税先免后保 如果对着专财 银行有没有可能歧视他 不让他借九成按揭 如果一层楼变成负资产 他是可以拍拍拖手回大陆 你找到他才算 如果银行觉得这类的按揭风险高了 他们会计算资金成本 到时就加一些息 大家齐齐受 譬如以日本为例 如果你拿签证进去的话 你想买一层楼是借不到按揭的 最少都要等到永居才可以 原因就是他们经历过 楼价跌的时候 个个都拍拍拖手走了 另外这单新闻大家都可以想想 中国四大一线城市实施了认防不认太就快一个月 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当地最新的楼市数据 认防不认太后的近四个星期时间 北京新楼总共成交了5117套 试过单周成交2473套 新政后的周军成交和新政前四周对比较去年同期上升了39.2 但随着前期积压需求集中释放 部分项目由一周买过8套 到现在这个项目的到房量腰斩了一半 热度正在退去 在认防不认太实施后 有多个新盘趁机开启24小时不打仰的模式 而这种模式已告一段落 不是房企不愿意继续 而是没什么买家会赶夜长看楼 某大型房企北京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上半个月计划推进风风火火一片热闹的气氛 下半个月虽然不能用冷清来形容 但确实出现房客减弱的情况 总结9月的表现 到房端出现了明显的斧头蛇尾 某央企行销负责人赵毅指出 刚刚过去周末较前期高点少了50% 虽然热度消退在意料之中 但一时都难以接受 他们两个都认为新政落地之后 尤其是落地的首个星期 带来极高的成交量 主要是因为前期积压的官网需求开始释放 但市场热度没办法维持住 对金九过去 俗称的银10在10月份 多位新盘负责人都表示不乐观 一方面是积压需求被消耗 另一方面是近几年的11期间 售楼储到房量并无大幅增长 即使到房量增加 最终都要看下转换率 近期专案转换率已经开始走低 10月成交量仍有待观察 另外说一宗涉样过关于洪山半岛 因为最近普遍业主封盘或不准看楼 市传刚刚录得一间临海让房成交 涉样幅度创下屋院的记录 这间是重拍径的商傲屋 实用面积3142尺 莲花圆834尺 再加平台1315尺 传闻在昨天大批价沽出 成交价6000万 赤价大约19000元 这间园的原业主是一名新香港人 在2017年6月以1亿1150万 向华贸一手买入 当时的成交赤价35500元 以现在市传的成交价计算 这栋房账面要欠5154万 相等于46% 当时发展商提供两个选择 因为是清水楼 一日发展商帮你装修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他可以回赠600万给你 等你自己装修 这位业主就选择自己装修 如果扣600万 大概是损失4500万 消息说 洋房到目前都是清水 没有任何装修 原因是6年前 买入这个单位之后就裁困 原来业主2017年同时 买入另一间商链商户屋 希望打通两栋房 怎知装修期间裁困 未能完成工程 随后也沦为银主 两间的买入价都差不多 但去年那间年底被银主接管 卖出了7900万 这间可能没有按揭 不用变成银主 业主还冷脑定 当时还叫9600万 但9月签建事件一出 业主连环减价 将叫价调低至6700万 第二间是日出康城的Montara 有家EA座中层D 363尺 买了568万 车价大概15600万 业主在2019年5月 用了607万2千元买入 次科4年 卖了39万2千元 第三间可以说是楼械重宴 这个是何文田半山1号 半山径35号高层16404尺 这个盘已经差不多放了一年 有3700万 减到最近2828万成交 车价大概17600 业主在2018年用了2850万1千元 在发展商一手买入 次科15年 帐面虚了22万1千元 这件货在2018年那时卖 但无多久就金融海啸 因为很多蟹货 有一段时间都恢复不了元气 捱到最后这几年 普遍都赚钱 估不到这么快又踩回去 第四间是南昌匯産 有家2A旗2B座高层4号室 267尺买了538万 车价大概2万元 业主在2017年用了603万8千元买入 次科6年帐面虚了65万8千元 等于11% 另外这单也是虚不忍倒的 就是大埔康乐园的东路 有一栋洋房 实用面积率是1535尺 并且有2228尺的大花圆 还有私家泳池 刚刚卖了2328万 车价大概15000元 业主在2022年7月用了2810万买入 次科1年帐面虚了482万等于17% 但是因为次科未够3年 再要给2328000元的额外印花税 如果加上买入的离印 171日的佣金 次科1年损失要超过880万 相等于31% 业主原来一直以市让价放盘 据问这个买家就是古巨机的舅舅 古巨机都是住在旁边 今天就说到这里 如果未订阅的朋友 欢迎免费订阅、留言、like和share 最arken要开了钟 如果方便的话 顶顶讲讲